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城飞匠在 不叫狐马杜鹰山 龙城飞匠在 不叫狐马杜鹰山 龙城飞匠是一个人吗 不是 实际上他是两个人 一个叫魏清 另外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 用这两个人代表了众多汉朝抗匈奴的名将 意思是说有了这些民族英雄在 匈奴人怎么敢来侵犯我大汉的边境呢 而实际上魏清这位名将的出现 正是因为有了齐席龙城之战 上次为您讲到马亦之围当中 三十万汉军跑出国门 在草原上面跑了好一圈 公费旅游了一趟 却是一无所获 这大大折损了汉朝的面子 成了一个国际大笑话了 别说外人了就连汉朝的老百姓提起这事 要么就是嗤之以鼻要么就是怨声连连 汉武帝身居未央功 这种风言风语还是传到他耳里了 一想起这事啊觉得超没面子 都不好意思出去见人了 干脆宅在后宫生闷气 成了宅皇了 不过想想也是啊 匈奴人不来我们不去 大家相安无事也无所谓了 可是刚消停了几年 公元前129年 匈奴人又来事了 大概也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搞到自己地面上水草匮乏 或者这匈奴贵族大吃大喝惯了 把家里的钱粮和和的差不多了 物资一匮乏就想到到南边来抢点钱花 又闯到汉朝的地盘里来抢劫了 把在后宫的汉武帝气惨了 气得当场仙桌子大声嚷嚷 他老老的 感情这些家伙是把朕的地方当跑马场了 是不是啊 上次马一之谋 算他们走运 没给他们包饺子 这一回朕再也不会放过他们了 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朝中大臣纷纷聚在一起商量出兵 受到上一次兵败的影响 汉武帝决定不用老将了 这些老头子 以老卖老 想当然 总想着按部就班 结果一物战机 这回用新人 他换了整整的一大批的新人 这当中就有一个人 名叫魏清 魏生的那个魏 青色的青 青年的青 魏清 自重青 是河东平阳人 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 在汉武帝的手下 最高官职 做到大司马大将军 封长平侯 但是魏清其实不姓魏 确切来说 他应该姓郑 郑青 他姓魏 是因为他的母亲 叫魏敖 这个敖字呢 就是温暖的温 把左边的三点水去了 加个女人的女字 敖在古语里的意思 就是老太太 老婆婆 老妇人的意思 那么魏敖魏敖 就是魏家的老太太 就像现在我们上街打招呼 哎哟 李老太太 买菜呢您呢 李老太太就说了 可不是吗 买完菜 就约上王老太太 去跳广场舞去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这魏老太太啊 是嫁给了一个姓魏的丈夫 所以被称为魏家老太太 这魏家老太太吧 原本是在平阳公主家里 做女仆的 一共生了一男三女 长子魏长君 长女魏儒 第二个女儿魏少儿 第三个女儿魏子夫 哎 细心的朋友听出来了 魏子夫就是深受汉武帝宠爱的那一位 汉武帝就用魏子夫 取代了当年金屋藏娇的陈阿娇 不过这都是魏子夫成年以后的事 在他没成年之前 他的新生父亲 就是那位魏先生去世了 家中没了顶梁柱 这个魏家老太太就是魏敖啊 一边在平阳公主家里做仆人 一边要把四个孩子给拉扯大 实在是苦啊 熬不住啊 生活当中 每一个男人真是不行啊 这个时候 在平阳侯家里做事 有一个小官叫郑纪 郑纪是有家事的人 郑国的郑 纪杰的纪 这是一个成了家的男人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 很多事情也不好说 反正啊郑纪啊和魏敖啊 不知哪一次就被点着了 这下好一撕就通了 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 要说这郑纪也真不是个东西 不是个男人 这个女人为自己生了个孩子 他也不敢认 魏敖没办法 只能说这是魏家的另外一个孩子 就把他取名为魏清 说白了 这位响彻中国历史的赫赫名将魏清 实际上和孔子一样都是私生子 到了后来 魏敖实在是顶不住了 生活太困难了 原来一个带四个已经够呛了 现在又来个新的 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就把魏清送回到他亲生老爸 郑纪身边 郑纪的老婆超不爽的 哎呀你个死鬼 你在外面留下了野种 凭啥要我来养啊 所以魏清在郑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郑家基本上他就是个奴隶 郑家人就没把他看成是自家人 相反是把他像畜生一样虐待的 年纪再大一点以后 魏清懂事了 实在不愿意再受郑家的奴役 于是就回到自己母亲的身边 当时的魏敖魏家老太太 还在平阳公主家里打工呢 于是这魏清也就成了平阳公主的奇奴了 据说有那么一次 有一个号称自己能看像 而且看得很准的人 看了魏清以后对他说 哎呀我看你长得是一副富贵像啊 想将来必定能封王拜侯啊 魏清想了想笑了笑 得了吧你啊你就吹吧你啊 我一当奴隶打工呢 还能封王拜侯 我这穷得叮当响可没什么钱打赏给你啊 所以魏清就笑笑说 我不但出身卑贱 还是个私生子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升官发财 那简直就是吃人说梦啊 谁还没想到的是 这个看像的还贼准 没过多久 魏清的梦就实现了 因为公元前139年 汉武帝到平阳府里做客 一眼就相中了魏清 童母义父的姐姐魏子夫 然后把她带到宫里去了 可是男人就是这样的 得到的就不会珍惜 进了宫以后 魏子夫被冷落了一年多 后来魏子夫非常主动 找了个机会就向汉武帝撒娇 她再次获得宠幸 并且这一次一枪中把 有了身孕 这在当时引起了陈皇后 就是那位陈阿娇的嫉妒 因为陈阿娇自己生不了孩子 所以她的母亲 管桃长公主 就派人捉了后宫当差的魏清 这意思是 你魏子夫受皇帝的宠幸 我动不了你 但我可以动你弟弟 抓了魏清就想把他宰了 这个时候有个叫公孙敖的人 听说消息赶紧派人去救 而且还通报了汉武帝 汉武帝知道了大为生气 感动我女人的弟弟 于是立刻把魏清救了出来 你们这帮女人想杀是不是 我偏要用 把魏清救下来以后 命令她为建章间 适中 并且把魏子夫封为夫人 为了表达自己 对管桃长公主的愤怒 汉武帝连续几天之内 赏赐魏清 据说多达千金 这皇帝一赌气 这魏清就好运气了 提着脑袋在鬼门关 转了一圈回来的魏清 人生开始转运了 现在汉武帝要派人去打匈奴人 又说不用老将 那么一想 那好 最合适的人就是魏清了呗 魏清也很兴奋 大丈夫一辈子梦寐以求的 不就是这个机会吗 赶紧的走马上任 率领大军就出发了 出发之前 汉武帝还是不放心魏清呢 毕竟年纪太轻了 而且第一次带大军 所以事情得由自己来安排好 大军分成四路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进攻 四路大军分别有四个不同的将领 除了魏清是初出茅庐之外 其他几个多多少少都有战争经验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李广了 布置妥当以后 大家就分别率领麾下的骑兵 向着匈奴冲过去了 匈奴那边一听 哦 还来了个魏清啊 都哈哈大笑 这汉朝皇帝是不是手上都没人才了 打光了 居然找了个矛头小子上台 上回那马役之围 咱们都替汉朝丢脸呢 这一次还不吸取教训 这个汉朝皇帝果然是上位的时间不够长 业务还不够熟悉啊 不过笑归笑 匈奴人可以看不起魏清 对李广是不敢轻视的 都知道李广在打仗方面是老手了 不管怎么样都应该集中主力对付他 只要把李广办了 其他三个也就不堪一击了嘛 果然双方一交战 匈奴人的强兵猛将全涌到李广那边重点 照顾他去了 而负责攻打龙城的魏清 却没遇到多少人的防守 因为匈奴人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 魏清打探到匈奴的主力都去专门对付李广了 哈哈大笑 想那龙城一直是匈奴人祭天地 祭祖先的地方 哎呀这帮家伙居然敢在这儿把主力部队给抽走了 那分明是小看我嘛 好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们好看 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年轻人就是有干劲 出生制度不怕虎 一旦下定决心 魏清就率领大军直奔龙城 匈奴人压根就没想到 魏清这小子这么快就赶到了 当时就大吃一惊 再一看 自己的护卫部队好像并不多 匆匆忙忙地捡起刀剑 慌慌张张地跨上战马就来应对了 魏清手下的骑兵可没那么客气 风卷残云一样转瞬就到了眼前 双方的激战还没喊开始呢 就打得如火如荼了 一时之间战场上喊杀声 刀剑声战马的嘶叫声响成一片 魏清一马当先 带领手下的士兵来回冲杀 手下的士族见了 纷纷提振士气 将军如此勇猛 我等自当拼命 把措手不及的匈奴人 砍瓜切菜一样 杀得人养马翻 匈奴人一看 哇 对方来势凶猛啊 这哪是来打仗的 分明是来索命的 这仗好像没得打吧 战场上就怕泄气 一旦士气泄下来了 哪还有精力去反抗啊 匈奴人很快就变成了消极防御 边打边退了 只不过你能退 对方就能追啊 你逃的时候有坐骑 别人追的时候也有宝马呀 逃跑这种事啊 匈奴人是站不到上风的 你逃一步 汉军就追一步 你逃两步 汉军就杀一双 匈奴的残兵被打得落花流水 哭着喊着 求爷爷告奶奶的 这一仗 魏清一路大获全胜 足足砍杀了数千个匈奴骑兵 而实际上 这次汉武帝派出的四路大军 只有魏清这一路获胜了 其他四路战绩都不好看 但是有一路胜了已经够了 龙城骑袭战 使得匈奴人震惊不已 差一点把自己老祖宗的地方都给丢了 消息传回朝廷 汉武帝十分开心啊 这一趟好玩了 面子回来了 不但是汉武帝挽回了颜面 更重要的是 打开了汉朝长期以来在匈奴方面的困局 为之后汹涌澎湃的汉匈战争奠定了基础 匈奴人被打得满嘴是血的年代开始了 有句话说 年轻时不要怕 年老时不要悔 年轻时勇猛向前改一尝试和担当 年老时才不会后悔 小伙子魏青虽然他是靠裙带关系混上来的 但能力实在太突出了 这让所有的人不得不服 战场上勇于冲锋 不怕危险 根本没把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当回事 没有贪生怕死 贪图富贵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 魏青才能把李广给比下去 一时之间成为了大汉军队里 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明星 魏青属于裙带关系 升迁之快 让人眼红 和李玲等等其他的名将遭遇相比 很容易就会鄙视他 太年轻了 靠关系的 但魏青这个人品性很好 人品相当不俗 知道大家怎么看他 所以很低调 不张扬 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 魏青打胜了龙城之战回来以后 汉武帝很高兴 有一次想封魏青的三个儿子做猎猴 当时魏青三个孩子 那都是小娃娃呢 魏青听了坚决推辞 他说 我军获得胜利 一是靠陛下威名 二是靠将士们拼死奋战 为了鼓励将士奋勇杀敌 请陛下不要奖赏我 把我的奖赏分给他们吧 就凭这句话 军中的将士被感动得不行 魏青也在军中竖起了自己的威名 我能不能说 我能不能说 那我能不说 我能不能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